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你今天有没有发现 今天的太阳是特别灿烂的? 我在这里代表这位神 充满灿烂笑容 来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相聚 好啊 不如我先先 向这位天上的神 使祈福给大家 我们先先向祂祈祷 主耶稣你是那位 死人最有盼望的真神 今天你知道 有些家庭 有些父母 他本身是七十岁 或超过八十岁的 他人生一切的劳碌 你完全是看到 你極渴望每一个 在人生最下一程 得到永恒的盼望 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福福魔鬼情 叉古鬼 从所有今天参加聚会的人 的灵魂身体 心思完全滚出去 不让你拦阻教育 任何人信主耶稣 只要你赐福给我们今天每个 参加的朋友 所以今天能够认识你的真爱 得到永恒的盼望 你最大的帮助同在 好了 今天的题目就是爱与盼望 我先问一下那些长辈 以往通常我们说 开门七件事 大家可以一起在家数一数呢 第一是什么 柴米油盐浆粗茶 今天你觉得开门第一件事是什么 我们基督徒呢 我就会先先祈祷 主呀使我灵感染 家人灵感染 你的第一件事 可能就是什么呢 就是戴口罩 是不是 我试过不记得戴 都匆忙回家戴 接着呢 我搭升降機的话 如果你搭升降機的话 会不会拿着锁时 我拿着厕纸来按升降機呢 有没有防护的面罩啊 说很多创意 是不是 你见到 在坐飞机英国回来的朋友 做了全部装备 人最盼望 已经觉得 金钱不是最重要 而是什么呢 生命 有平安 很多人盼望 疫苗出现 但是也都可能有些说 变种 疫苗可能又要再 被提炼 就算疫情不过去 今天我们仍然每个都找着 盼望 朋友 我搭升降機的时候 遇到一个邻居 他说最盼望是什么呢 你猜一下 跟你一样的 就是疫情快点过去 不用人心惶惶 其实 我们对家庭都充满寄望 对不对 老来虫子 所以你的心血丹本 就在你的子女身上 你怕什么望子成龙 但最后发现 竟然是被替虫 你就快成为他的被扎干的提款机 因为疫情 因为疫情 可能你觉得以往 家人是有铁饭碗的 无忧 但现在只是回两天工 甚至有些可能被炒 大家常常在家里 撞口撞面 摩擦前大了 子女又在家上望望 看见他 只是天天顾着打机 没有心机上堂 你里面好激气 有没有发现情绪 你都是怎么样 全部不同了呢 家里面 婆媳之间摩擦当了 口角多了 你发现好像没有一个空间 想休息一会都不行 你有没有发现 和人生关系不断破裂呢 婆媳之间 父母和子女之间 兄弟姊妹彼此之间 其实呢 你发现呢 今天你自己 都面对自己最大的需要的盼望 以往真是好好气力 是不是 我妈妈都是 哇 拿很多送回来 做事很快手 很快搞定 但是今天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气力不像以前呢 以往想事很精明 但是今天很多东西都不记得 有没有发现 事事找锁匙 家里人 可能当你球那样踢 你对自己身体 没有盼望 面对种种的压力 你这张手 你觉得美不美丽呢 我觉得非常美丽 因为有妈妈双手 同样这里很多的父母 你双手都有一样非常美丽的 做了很多爱的服侍 你有你 爸爸有爸爸 妈妈有妈妈 为个家奋斗 但是同时有没有发现 心里面很多的怨言 很多的苦劫 很多的不快乐和冤屈 日以继续的累积 使你的心受衰残呢 可能比这双手更加衰残 其实今天我们呢 真是在找着盼望 但同时我们在找着真的爱 是不是 可能你说 现在家里听不到 吵吵吵吵吵 我已经是孤独老人 想着有老伴陪下 但他让我早走 想着有子女养 但我都问过一些朋友 近期真的不太敢回家 因为怕自己就是什么 是隐形病人 你发现 在我们渴求人关心的时候 有时发现 电话从来没有响过 以往礼拜日 都有家人回来吃吃饭 但现在一只影都没有 在需要爱 需要更多表达关怀的时候 你是盼望什么呢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所以 谢彦云医生 她成为香港的女儿 她很爱那些病人 在SARS的时候 她很自愿 帮助那些 医院里面的病人 有人访问她 你不怕 会死的 但她说什么呢 她心里面有一个很强 好烈烈的倚靠 她有一个盼望 她说什么呢 她说耶和华 就是以为主耶稣 是我的亮光 更加是我的拯救 我怕什么呢 你有没有什么怕 你有没有旁黄过 她说耶和华就是我性命的保障 有时我发现 医生已经尽力 有时都是束手无策 我在医院工作 我体会过 这个阮云 她在我当中信主耶稣 她那份爱 都鼓励了很多人 今天 我们真的是有所靠 四兄讲到 原来信靠耶稣的人 不怕凶恶的信息 你有没有怕 医院突然间打电话给你 要你提早回来覆尘呢 你有没有试过怕 电话一响 就听到 家人就快不行呢 但今天信主耶稣的人 心里面有依靠 就是依靠为天上的 又真日会的神 所在心里面 能够坚定 其实是真的 当人遇到危难的时候 然后很急 要找人帮助的时候 找不到 人望天打掛 大家知不知 中国人的天字很有意思 是由两个字组成 就是由一字和大字组成的 原来天上有位最大的 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 所以举头三尺有神明的 不知你觉得 你又没得依靠 大家好 我叫个兽女 我以前很迷信 甚至信了三宝佛 很诚心 用了很多钱 都帮不了我 我家里有四个亲人离世 甚至我很痛苦 看着他们死 我心里面 好像有四把刀刺着我胸口 我真的很辛苦 很痛苦 以至我真是 个人很飘忽 我甚至去赌钱 和去澳门赌钱 其实我真是 不是有钱的 我借人家很多钱 但是我自己知道是很不对 但是我没有能够脱离这些坏习惯 我甚至长期都睡不到 我身上 山了很多楼 那些楼是血色素的毒楼 医生说暂时都不能够医到 但那些楼就是会戒 和都会爆的 有影响生命危险 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 我真是更加绝望 真是很不开心 只想着去死 当我自小的时候 就想到我奶奶 她自己都很大年纪 我就很辛苦 后来我有个朋友 就带了我回教会 我听主耶稣真神的事 那我当时听到主耶稣能够医病 能够救人 我自己犯了很多罪 我那天真的要真神耶稣去救我 我那天就信了主 当我信了主的时候 没有多久 我心里面感受 有人在我心中 拔开一些刀 都没有痛了 没有心痛到很厉害 我整个人都轻松了 后来我自己都去 为自己的祈祷 求主耶稣要是真的 你医着我身上的楼 我不要死了求你医我 我经常讨告 我两个月左右 主耶稣真是在我身上 医了那些楼 去收光了 不见了 我真是很经历这位真神耶稣 我就将家里那些 观音那些 什么的假神 我就全部丢去 然后我就弃价归真 我很开心的就是 我奶奶都信了主 我就赶回很多钱 还有真正的平安 开心和快乐 我有心抱信主 有孙信主 很希望你们都是 接受这位主耶稣真神 能够真正的平安 原来 女姐所托非人 她是交托给那位 天上最伟大 顾惜她那位主耶稣 我以下 送一首歌给大家 就是 你仍顾惜我 里面的歌词很好 它说人活着 为什么呢 可能你一定回答 为子女 奴隶奔波一生 你一生奴隶奴奴奴 在厨房 在街市 在厕所 但是得到些什么呢 他说遭遇绝境 艰难 在你往人生 其实很多的奋斗 可能你想放弃 或者放弃家庭 你在冤屈里面 你都觉得 没有人明白你 好了 到现在 终于下代 已经出人头地 你发现 房子是自己的 但是浮华 给你有什么满足呢 坐 你在家里坐 你的位置 只是占桌的位置 你睡 只是占桌的位置 因为能够 找到安乐 但是没有想过 病的时候 变成了病床 一个人去面对 以前医院 你都或者家人 可以盼望探病时间的 汤水来 但是现在是不可以探 令你更加困苦 在工作 或者家里面 你问 家人有没有 能够把你打球 老板有没有 能够把你打球 有没有人 可以谈吐你的心事 想着等着 和子女聊 以往的心事 但是子女太忙 想着和老伴聊 他说等着拜山再聊 你发现 虚空的虚空 在医院我看到 有些家人 当他离开的时候 手上 家人给他的遗物 他都拿不走 有没有试过捉影 捉不捉得住 你以往 很威水市 捉不捉得住 想要的 屋有 有 子女听话 有 那得到又怎样呢 他说残灯即将催熄 人生不是七十岁才离开一个世界 或者八十多岁 但在医院里面有些不够一岁 就已经残灯已经催熄了 奴偉化要截断 但这里说得很好 天上的主耶稣 他说什么 他仍然是顾色着你和我 他在珍惜着我妈妈 雙手背后所牢碌的 他更加珍惜你背后牢碌所珍惜的 真的 主耶稣能够再原谅我们人生 女士觉得心中的刀拔了出来 还有日夜牵着我们的手 陪我们走 以前自己有气有力 现在靠拐掌 但有时拐掌持不稳 要靠什么 轮椅 但是主耶稣陪陪我们左右 所以有勇气 再活得更好 能够挑战明天 能够使我们一生发出光辉 亲爱的朋友 你能不能够每日 像基督徒一样 欢呼前往呢 甚至有些基督徒 在家人在医院离开之前 去信主耶稣 留同各家人说再见 因为原来主耶稣 为我们永恒 预备最温暖 大团聚的天家 让大家听听 好 好 祝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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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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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人工智能的方法 能够使这个观音出声 究竟是靠科技 还是靠位真的神 你靠着什么 其实我曾经去过 尼泊尔传福音 那些神明是很多 当时有个家庭 他带了一个女士来找我们 就是用圈圈圈着那个女士 原来他被鬼附了25年 当时他令我们当中的时候 又试做一次被鬼上身发作 他在地上里滚来滚去 很辛苦 爱我以往的经验 因为我真的帮过被鬼附的人 我知识到主耶稣 圣经讲到 他能够释放那些被邪灵污鬼 父身上的人 能够释放完全释放自由 我就很简单 按照圣经所讲的方法 我说我奉主耶稣的名 吩咐魔鬼 邪灵 污鬼 从一个女人身上完全滚出去 不准再伤害她 我就这么简单 你猜之后有什么事发生 他完全安静回来 没有在地上滚来滚去 那我就叫人翻译 叫他坐在椅子上 我问一问他 知不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事 他说刚才很辛苦 好像在地狱那里被火烧一样 我说现在呢 我说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大家看看我 你觉得我像不像巫婆呢 从你的笑声 多谢你 亦都给我知道 我自己都知道 我不是 我信主耶稣 我是依靠那位 宇宙独一的真神主耶稣 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 超乎万名之上 是邪不能圣证 真的神 能够对付邪灵 你在依靠着什么呢 你有没有真的平安呢 我们试试听听 另一个老人家 他的心声 就是奇哥 大家好 大家好,我叫方富奇,我今年82歲了 我還沒順主之前就很難賭 什麼賭都對,打麻雀喝酒,又過澳門 我的職業就是賣豬肉的 我曾經擁有四桌豬肉 因為難賭,最後都沒有了 我都很憂愁,很悶 我太太見到我,她就叫我回教會 多時我都有反對,不去的 但是我想一下,咦,她信了主之後 改變了很多,又不吃,又不打麻雀 她還懂得買菜,回家煮飯 我都很開心 我想她吃了三十幾年的煙 她能夠戒幾次,戒不掉 她能夠現在戒掉了 我覺得真的很稀奇 難道這個真神可以幫得到人 於是我就被她吸引了回教會 我以前,我媽媽佛教的 她死了之後,留下了那些口像 要我照顧她 我每逢到時節,就很頭痛了 燒完保,都燒幾十疊 燒完之後還怕,不知道會不會有消瘤 消瘤就把我拿來死 真是很害怕,很沒有平安 我本人就很怕參加喪禮 有一次我親戚過了身,要我去 不去不行 於是我就祈禱 跟主說,主說,你使我有平安 使我不要怕 真的很有平安 不怕 那第二天我就找一群基督徒 和我回家清晒那些偶像去 那一天,整間屋都光亮了 都很開心 那群街坊見到我 桌樓桌樓,不見了一輪 不同了 健康了,肥了,白了 是啊,我現在信了主 以前那些事全部都戒掉了 現在我很開心 很平安 連家裡的人都對我們很好 這裡我就很感謝主耶穌 救了我們兩個 所以新朋友 請你早日認識主耶穌 其實會幫到你的 是不多 原來你要認識神 就得平安 祈告祂的平安 是怎樣 定過台炸彈的 原來福氣也會臨到你的 不知道大家家裡 有沒有貼過福字呢 你知不知道福字的部首是怎樣寫的 是視字旁 視字旁代表什麼呢 是代表 有一位真的神 才能夠將真正的平安給我們 以下 你又嘗試再聽一下 剛才奇哥所說的 和他太太的經歷 大家好 我是方盤瑞蓮 是他的太太 我未信主 那時候真的很差 又吃煙 又喝酒 又打麻雀 不顧家 經常去的 最後 我女兒叫我回教會 叫我回去教會聽福音 之後我很大改變 我跟主耶穌說 我這樣 你幫助我 戒了島去 戒了食煙 我才有把握順利 因為我不認識他 之後跟他說 很奇怪 之後沒有人打電話來 叫我打麻雀 沒有人叫我去賭錢 嘩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好像他聽到那樣的 我又吃煙 又很難戒 戒了幾次也戒不了 啊 跟他說 有一次 我搭飛機 上了飛機 我就說 不吃煙了 扔了包煙 求主耶穌你幫我 之後 他真的 我不想吃煙了 想吃煙我就吐 跟著 真是這麼奇妙 他給了很多實在的幫助我 我就相信了 我就相信了 我相信了 現在三十幾年都沒有吃煙 很奇怪 我相信這位主 是做我們隨時的幫助 改變我一生 改變我家庭 溫馨 兩夫婦 同聲同氣一起回教會 兒女跟我們 對我們這麼大的改變 相反 他們對我們 現在很愛我們 感謝主 沒有他 我們真的 不知道怎麼辦 原始祝福大家 拜拜 原來真的神 真的能夠使家庭和諧快樂 我只能問大家 通常 家裡吃完飯之後 是誰洗碗的 現在你又聽一下 兆蘭她說 兆蘭她 你以往是很霸道 很慘雞的 是 我一不開心 我就會向我丈夫 和兒子發脾氣 我還會把我丈夫的三婦 剪爛了她 有一段時間 我和老爺婆婆一起住 我婆婆很好客 經常招呼親朋戚友 回家吃飯 我很小器 因為她要我洗碗 我把這碟 撿拾了之後 就拿去垃圾房 把它扔掉 我認識基徒 她是很開心的 很吸引我 我想了主 不再霸道和小器 連我的丈夫也讚我 溫柔了很多 現在連她也信了主耶穌 原來主耶穌說什麼 那個愛我們 開恩將永遠的安慰 和美好的盼望 似給我們這位神 是很疼我們 原來主耶穌 真是那位獨一的真神 她很盼望 你和我 享受她一切的親情 原來當神做人的時候 最想你什麼 成為她的親孩子 一切她所有的真善美 都是屬於你和我的 但是 可能你說 為什麼基督徒 經歷到主耶穌 但是偏偏我經歷不到呢 原來 在你和神之間 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好像我以前一樣 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大家看到 現在這幅是一幅 很出名的名畫 有一句聖經 我給大家聽 但你們的罪業 使你們與神隔絕 原來是我們的罪 使我們幫這位光明 持愛神隔絕 左手邊 就是神就是光 神就是愛 它是非常公義的 它不會容許罪惡 因為它覺得 它要保護那些好的人 同時神也是愛 去關心我們每一個 但是看不見 另外一個人 戴著眼淚 就是以前的我 或者今天的你 我要往有一道很大罪的包袱 壓在心裡 中間有一道很厚的罪牆 使我幫神隔開了 原來這道牆 叫做罪牆 我說一次謊 偷一次東西 再說一次是非 好像磚頭怎樣 疊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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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幫神之間 就已經有最大阻隔 最後怎樣呢 我不知道活著為什麽 被罪惡鎖鎖鎖鎖 沒有真的自由 我以往越發脾氣 就越厲害 你有沒有試過 越吸煙 越燕印大 但是呢 吹也吹不掉 我有一個親戚 當他快離開這個世界 他已經氧氣很低 他做了一個喉嚨手術 但是都要偷偷地 放些煙在喉嚨那裡 原來犯罪就是罪的奴隸 沒有真的自由 最後面對死亡 還有有火燒 親戚朋友 不知道你有沒有做過 違背良心的事呢 明明知道對 但是偏偏不做 想做 好像我一樣 沒有力量做 想對家人好些 但是情緒又好 你有沒有試過欺騙個人呢 可能你覺得 是人都說謊的 原來犯罪背後的本質 是非常差 是說到 你可以將你的快樂 結在人痛苦身上 人家被你欺騙 喜歡欺騙就欺 但是反過來人家欺騙你的時候 你是很不開心的 打麻雀 衛生麻雀 但輸了之後 你並不衛生 回到家裡 見到家人破口大麻 做了無犯主婦 你有沒有經歷過這樣的痛苦呢 其實 可能你說 我沒有殺過人 沒有打過劫 我沒有坐過牢 但其實你 心靈裡面 時事件 時事被一個很大的監倉 困著 就是可能你 以往的色情的罪 你臭脾氣的罪 其實 雖然你沒有殺過人 但你有沒有發現 有時家人一句說話 有時好像一把尼刀 插在你心裡 手裡無法呼吸 家人當你沒有到 一切不愉快的態度 你會不會覺得很辛苦 正在家裡有一個難度 那種痛苦 真的無法解釋 他當你什麼 提款機 有時跟身邊的人商量 究竟幫不幫他 一個說幫 一個說不幫 但始終 又是自己生的 就是這樣 那樣的傾談之下 都已經怎樣 家裡家草屋蔽 和身邊的人關係 越搞越差 當別人 噗噗噗噗噗 拍門的時候 可能你已經害怕了 究竟是否又是追債呢 其實 在我們所面對的 你有沒有經歷過 以下的經歷 你有沒有哭過 你有沒有試過被人激到你哭 通常是哪些人呢 往往是你 可能是最疼 最親的人 是常見的人 家裡有一個包袱 你已經覺得令你一生眼淚 可能覺得流乾 有時是睡覺 枕邊滲出來 原來最大來很大的傷害 關係破裂 神極愛每一個 極愛每個家庭 當見到罪大來破壞的時候 神是非常公義 神經病說到 罪的公家乃是死 上班有工錢是應該的 犯罪是有後果報應的 原來按著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不是死一二了八了 死後還有審判的 還有將來那個 更加可化永恆的審判 就算神不審判 你和我的良心都會自責 告訴我們知道我們錯了 親愛朋友 有一天 在神公義的審判那裡 我們一切裡面所做的 一切恨人想的色情思想 一切說過的是非大話粗口 一切都會被供出來 神是無所不在無所不知 世音講到 這個審判是什麼呢 是永恆落到地獄裡面 被不滅的火燒 有不捨的蟲咬 一切犯罪的人 會怎樣 被丟到地獄裡面 並不是神想將人丟到地獄裡面 而是我們的罪 將我們怎樣 醉落地獄裡面 神不是為你和我 不想你和我 落到地獄裡面 是為那些犯罪的邪靈污鬼 但今天如果你硬著心 要傷害人 違背良心的時候 神只能夠按去公義 最後做一個終極的審判 還有地獄是永遠的 神絕對不想有一個 包括你 落到地獄裡面 永遠幫神革道絕 地獄是絕望的 地獄幫天堂 有一個相似 唯一的相似是 是永遠的 三個朋友 為何你家人 很想你認識主耶穌 我今天都很想 你知道哪位是真的神 能夠將你 帶到永恆的燦爛裡面 能夠將永生給你 就是這位主耶穌 因為他最想 為你預備的 是天堂 你喜不喜歡回家呢 如果家裡充滿溫暖 你最疼愛的家人 我一定想 你一定想 神就為你和我 預備更美麗的家鄉 那裡再沒有眼淚 沒有痛苦 再不需要拿著拐掌 不需要心臟接駁氣 不需要帶假牙 再沒有死亡 更加沒有誤會 各父孫中山先生 他死的時候說 他很盼望人知道 他是一位基督徒 親愛的朋友 神絕對不想 包括你身邊的家人和我 不想你落到地獄裡面 因為那裡是愛學切齒的 是永遠的幫你隔開了 原來神 因為他充滿了愛 他看到你和我的結局 就是沉淪 他說什麼呢 很願意來到這個地上 代替你和我 擔當一切罪的刑罰 這首代表你和我 這本聖經代表 我們所犯的罪都滿了 或者我比你更加多 但是主耶穌在這裏 他一件罪都沒有犯 他願意什麼呢 神願意用唯一的方法 祭主耶穌自己 親自擔當 受了我一切要受的刑罰 使你和我無罪一身輕 這次聖經懂得讀的 大家讀一次好不好 被翻譯超過三千多種的語言文字 一二三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 刺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滅亡 返得永生 原來神以今天 你和我 每一個民族的人都認識 祭主耶穌能夠拯救你 只能夠有永遠的生命 祂真的來過 大家可不可以告訴我 就快是什麼節日 已經超過二千二十年了 是說到主耶穌曾經為你和我 來到地上降生在馬曹 最骯髒的地方 被稱為平安夜 他一降生 將整個歷史 劃分為公元前和公元後 他真是神給你一份最大的禮物 原來主耶穌會來到 在舊約聖經 竟然用三百句語言 清清楚楚說明什麼 主耶穌會來到這個世界 他降生在哪裡 做過什麼 死的時候是怎樣死 都說了 你猜猜我怎樣死 還是怎樣死 全部一切 應驗在主耶穌身上 甚至 主耶穌在十字架那一天 一天之內 聖經有二十九個語言 完全應驗了 有人曾經統計 如果十七個語言應驗的話 機會率非常低 是一 四十八 後面有三十多個的靈字 但是主耶穌一切 講他身上的語言 完全應驗了 主耶穌是獨一的真神 原來主耶穌來到 他真的去過不同的村落 幫助很多人 當時很多爸爸媽媽 可能和你一樣 家家有本藍念的經 都將他家裡的難處 有病的 被鬼附的 被鬼附的 被困的 被困的 有麻風病的 都帶到主耶穌面前 每一個神都按照他 需要來幫助他們 醫治他們 各位朋友 今天神都很盼望 祂能夠医治你的心靈 但是主耶穌 當時很多人 很擁大主耶穌做王 祂來 並不是要受人服侍 原來祂說祂來到 是要為我們寫祂的生命 作我們受罪的屬 原來主耶穌 祂所做的一切美好事 是一些人產生妒忌和憎恨 當時有一小撮人 他用假的證供 誤告主耶穌 但是主耶穌被審過幾處地方 最後一個大法官 都找不到他有一件的罪 他很想釋放他 連出賣他的那個人 都說什麼 這個是無辜的 後來人們問主耶穌的問題 他說 你是不是神的兒子 你是不是神 主耶穌不能夠說謊 他說我是 他的確是那位獨一的真神 他有能力 所以那些人 將他拉去釘十字架 在釘十字架之前 那時候羅馬政府 用那些九尾邊邊打著耶穌的背部 一條邊有九條尾巴 有尖約硬麥在上高 打一下皮肉都被撕破 打第二下有幾條邊坑? 十八條 將數被邊打超過三十九下 所以很多的邊坑 皮肉撕破 好像牛肝的田一樣 是為你和我緣故 背起我們的罪孽 受刑罰 他的頭有些人用驚激 做成一個官面 取笑他 握在頭上 有千血巴巴的聲 流出來 有人向他吐口水 你有沒有試過被人這樣羞辱呢? 如果是我 我一定會罵他 但是主耶穌完全沒有出聲 還有些人用三眼釘 釘穿到手和腳 原來當時十字架 是一個死囚的刑具 但是今天在很多國家 在香港 那十字架 竟然成為拯救的揮號 若霜 十字車 這些十字通常是什麼顏色? 沒錯 是紅色的 原來紀念到主耶穌曾經 會不會是你和我被釘在十字架上 大量的失血 當時的釘是三眼很粗的釘 起碼有七寸到一尺寸的釘 釘穿的手腕 打架偷野的是我 第二眼釘 釘穿的手腕 剛剛有一條正中的神經線經過 非常痛了 十字痛歸心 第三眼釘 將兩隻腳釘在木頭上面 接著整個百多磅的人 靠三眼釘 撐高來吐氣 穿到十字架上面 他並沒有就助人 大量的失血 骨頭能夠數到 但他想到你和我的需要 七個朋友 他絕對有能力 使自己凌駕在十字架之上 但是為了拯救你和我 代替我們的罪的刑罰 他不想我們永遠絕望地 落到地獄裡面 他要為我們 親自在十字架上面 受神公義的刑罰 七個朋友 原來我們所受的 一切鞭傷 釘傷 是為了 要醫治 你和我 一切心靈的創傷 最後有人用牆槍 刺到他的心臟 有血 有水流出來 市民今天 難道神能夠明白 你心痛得 可能好像被撕破一樣嗎 他在十字架上 只可以說了七句說話 但是第一句說什麼 父啊 父啊你捨臉他們 主要神很想 你和我的罪得到捨臉 他很願意做代罪的羔羊 親我的朋友 你和我在神心中 有無限大的價值 你是極其的矜貴 在神心中寧願 神的生命寫去 為你和我 你挽回你和我 得到今生永恆的快樂和幸福 使你享受這份真的愛 真的 神就是光 神同時都是愛 神是光 祂愛你 甚至為你寫命 你有否嘗過這份寫命的愛呢 但是很寶貴 在十字架上 最後要說 成了 搞定了 我從來沒見過病人死的時候 我都這麼興奮 但是主耶穌說什麼 成了 搞定了 就是今天 你和我最大罪的問題 搞定了 我們能夠無罪一生鄉 主耶穌死後 第三天 從死裡面復活 去榮耀復活的救主 他能夠帶給我們人生最大的盼望 他的墳墓是空的 現在每年 每月 每日 有很多人 都去以色列 看看主耶穌埋葬的墳墓 每一個帶著香 燒雞 去拜祭 因為主耶穌已經復活了 主耶穌說 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他說 信我的人 雖然死了 也必復活 小朋友 我曾經參加過一些喪禮 我試過幫過一個家庭 他的家人 是曾經做過將軍 但家人說 我可不可以叫多些基徒 來參加一個喪禮 因為很怕冷清 我另外 在外國 認識一個日本醫生 他說 什麼叫做最好盼望 因為他沒有下一代 他的老伴 比他更加早走了 他說最大幸福就是 因為走的時候 有做親愛人 環繞著他 但原來你和我 還可以有更大的盼望 就是永恆 我們有永恆的盼望 我們有天堂 光明溫暖的天家 我們身體會復活的 我有復活的身體 因為主耶穌勝過死亡 聖經裡面 有七十次講到盼望 神經說 在萬古之先 那個無方而的神 他將永生賜給我們 我媽媽 雖然她有隻眼睛看不到 青光眼 雙手伸不直 但當她晚年在醫院的時候 醫院的人說她是HAPPY WOMAN 她有了主耶穌之後 人生快樂了 今天我也很想邀請你 代表你家人 邀請你 人生最後做一個聰明的抉擇 今天就是機會 你絕對能夠人生再往上行 只需要你願意離開我們以往的黑暗 一切不好的傷害我們的 得罪神 得罪家人的那些罪 我們願意怎樣 離開不再犯罪 我們180度歸向這位光明的神 第二 就是接受主耶穌 邀請這個位 復活的救主 祝你心裡成為你 榮耀的獨一的真神 你一生靠祂活得更好 祝你力量 原來信主耶穌真的很簡單 以前挑選 拜偶像 假的 今天氣假歸真 以前得罪人 傷害人的 違背良心 今天回轉 悔改 第二 接受這位極愛你的神 做你的主耶穌 做你的真神 你會怎樣選擇呢 我給大家一分鐘 選一選 到現在 就快要開始 人生的下半場 你怎樣選擇 我盼望你 挑選 信主耶穌 不要再走 落 永遠滅亡的路 原來信主耶穌 聖經講給我們知道 很好 如果我們肯承認自己的罪 而神是信實 是公義的 他說一定要射免我們的罪 必要射免我們的罪 洗乾淨我們 一起所有行不難 人生的罪 一次過射免 接受主耶穌的人 他說什麼 就是相信祂更命的人 因為耶穌的意思 祂就將我們從罪門救出來 祂不是教主 祂是救主 祂說 刺兵留權兵 成為神的子女 是無限的快樂 最好的親情關係 以下 大家聽聽 喜樂幸福的源頭 人生的理念 祈祢已何所 感谢神 今天我已找到了 永恒盼望 神是幸福 喜乐源头 连日责如收尽 你为何还在等待 悔转吧 悔转吧 归到源头 茫茫茫红红红 虚红的虚红 每一天都终于暮风 沉沉沉 卷卷卷 始终走不到 人生的意已何所 感谢神 今天我已找到了 永恒盼望 神是幸福 喜乐源头 连日责如收尽 你为何还在等待 悔转吧 悔转吧 归到源头 归向那永远 爱你的怀抱 神心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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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你知道 是归到源头 归到那位爱你 这位真神的怀抱 你是最安息的 你充满盼望 你充满真的平安 喜乐能够从心里流出来 你知道每天活着的方向 就等待那个灿烂的永恒 小朋友 我邀请你作以下祈祷 祈祷就是帮一位真神 说出你心里面 作出的决定和方向 你可以在口或者在心 一句句跟我说 内容很简单 你说主耶稣 多谢你爱我 代替我受罪的刑罚 我很愿意悔改 不再犯罪 求你赦免我所有的罪 我愿意你 愿意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 真诚祈祷 我会带大家祈祷的 如果你愿意选 永恒灿烂的方向 我邀请你 现在心或者口 一句句跟我说 漏了字不要紧 如果你不是第一次 听关于主耶稣的事 盼望你不要一次次推开神 想拖着你的手 想赐福给你的手 你让祂拖着你 你接受祂 如果你说 我现在还是很健壮 等最后一口气 其实人生很多说不通 有个老人家说 早上见到好地地 晚上就落不到地 一额声就走了 现在是时候机会 我邀请你 向一位生命 给我们盼望的主耶稣 向祂作出这个最重要的祈祷 我现在开始 有一口或者心 一句句跟我说 最重要是真诚 只需要你真心 就经验到 永生而盼望 我现在开始 主耶稣 多谢你 爱我 代替我受 罪的认罚 我愿意 悔改 不再犯罪 不再犯罪 求你 赏免我 所有的罪 我愿意 接受你 做我个人的救主 真诚祈祷 真诚祈祷 好 恭喜你 如果今天你向一位神祈祷 你今天就已经成为神的子女 灿烂的永恒等着你 好了 现在以下时间 交给你的家人 跟他聊聊天 等下今天你有没有祈祷 他一定替你开心 可以的 叫我家人都告诉我 告诉我 如果你觉得有些事情不明白 圣经能够解决到的 可以聊聊天 好吗 完全祝福你